近日台湾岛内许多县市和团体呼吁 尽快让台湾民众用上大陆疫苗 部分机构已宣布接受大陆捐赠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疫苗的信心 我们多次表示 愿意尽最大努力帮助台湾同胞应对疫情 而民进党当局从政治私利出发 对大陆的善意视而不见 甚至恶意污蔑抹黑 百般阻挡大陆疫苗输台 这是对台湾同胞生命健康的漠视和践踏 中方一贯支持国际抗议合作 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同时中方坚决反对借疫情 搞政治作秀甚至干涉中国内政 我注意到日本目前尚无法确保 自身疫苗的充足供给 在此情况下 日本政府宣布将研究向台湾地区提供疫苗 受到外界包括岛内 很多媒体和民众的质疑 我想强调 疫苗援助理应回归挽救生命的初衷 而不应沦为图谋政治私利的工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